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追风者为什么全员上桌 王一博粉丝只要别人不作妖 都喜欢看到共赢的局面 时事求是 演员很棒 这部电影到达武艺 黄景于90后一番也会上一个台阶 为何防暴队看到了防暴队的责任与担当 他们肩负着国际的期望 胸怀着全球的平安 这份职业 如同星辰航标 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 是人类文明的荣光 是世界和谐的使者 是和平的勇士 无名 长空之王 热烈 抉择 追风者 我的朋友 街舞三 街舞四 那个现代舞像阳光那样 舞台音乐剧形式的跨年歌曲旁观者 各类公益红歌 代言国货品牌 公益活动加国情怀的年轻人 说起他的优秀不是抽象的 不是进花水月不是文字的堆叠 那是年轻人真正脚踏实地的 一步一步慢慢积累出的优质作品 真正践行了流量配的上正能量 小小年龄 他的才艺无短板 好胜心让美一样都是专业级别的 看他就是唯一正儿八经的艺人 一直都几乎以艺术家般的标准要求自己 即便在天天向上礼 他的主持优雅端庄还精灵可爱 言多言少不争不抢尽显情商 再说后续发展 后续影视 角色各异 他塑造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 比如今年憨太可居又分外阳光的陈硕 与隐忍精锐能干的叶密 盼若两人 陈硕跟同样阳光自信的雷雨相比 也是截然不同 一种小人物与大英雄的差异 是很明显的 综艺令街舞大出圈 甚至国外舞者都关注他 舞台方面 除武感之外 我的世界守则 念 像阳光那样 旁观者万物可爱 那么多红歌 无名主题曲等 有些人可能说王一博资源好 但是你觉得内娱有几个像他这样做到 既全面发展 又专业能力强 又又不断突破 若能做到剧抛脸 着不断增加新技能的呢 能做到其中三点 在内娱可以要疯的疯药与德语 而王一博出去这四点 你甚至可以找第五第六点 比如时尚弄潮儿 王一博的时尚来自于他专注 自我不取悦他人的理念 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 时而休闲自在 时而hiphop酷酷的 时而优雅端庄 时而又文艺复兴 又时而性感迷人 又又时而运动加深酷感霸气 要说他是流量 他其实是实力派 要报干嘛接几年 都可能开不起来的剧本追风者 要报直接接几个古偶部就行了 以他的苏感 磕他CP的得风 吸粉无数 但你看他现在在拍什么 他现在去拍纪录片了 你见过哪个艺人顶流 会去跋山涉水拍纪录片的 他王一博去了 说明他一直想出一些高质量的作品 而不是利用流量赚快钱 去忽悠观众 知名度够高了 再报也不会有体感的 他再报都不可能会有新人 爆的那种强烈体感 所以他现在目的根本就不是爆 而是出更多的好作品 毕竟流量太大了他 他本身还有爱豆属性 他需要的是演员这个标签 盖过流量这个标签 他也想利用自己的流量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能带动一些正面的影响 无名和追风者让多少人去熟悉了那段历史 很多人都说民国剧没有兴趣 在电视剧里 证据的收视永远打不过骨骄 就是因为又是民国又是谍战又是革命证据 受众有限 特别是无名还是个文艺片 更是天生不得力了 但王一博利用自己强大的流量 让更多的人关注了这些片子 自己去抖音小红书看看 多少人在回顾甚至查资料去了解那段历史的 看不起流量 那是之前那些流量没把自己的高热度引导到正途 只会敛财 所以才厌烦 但王一博不论是街舞的影响力 还是现在拍的东西 都是在引导正途 请问这把流量双刃剑 他王一博难道没有用好吗 我认为他作为偶像和演员已经做得够合格的了 毅力 耐力 对自己要求严格 就是对自己足够狠 本职拼命三郎 本身优秀 初到早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到了top水平 就很了不起哦 人帅有实力 真诚不作作 个人魅力很吸引我 王一博一直在用体育精神创娱乐圈 加上一些运气 希望他长红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 帮助于资讯与统艺 小伙优秀 帮助于资讯与统艺